还有就是即将要进入汛期 再加上近日连续的降雨 台东县政府就特别针对了县管辖区排水 丰园、夏康乐以及丰田排水等灾修工程 进行实地的勘察 除了和当地的里长交换意见之外 也提也特别的促请施工厂商 能够加强施工安全以及交通安全 即将进入汛期 近日的连续降雨 也凸显了防洪防灾的重要性 由于市区仍有多处的区域排水 正在进行灾修工程 县府监测处也特别到市区几个重要的区域排水灾修工程 进行实地勘察 同时也与当地的里长进行意见交换 监测处表示 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强降雨 对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的威胁 但会持续做好各项区域排水的改善 降低灾害的发生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